兩個系統要互相配合 就是之前遇到的前線問題 親自到區集居家關懷中心 都軍視察 侯友宜再呼籲 中央快通過居隔轉型 因為基層量呢 真的動不掉 像新北市的居家照顧 已經3萬人 再加上居隔4萬人 這量很大 你不可能要鎖著居家照顧 又要鎖著居隔 所以在兩者運作之間 你應該先把及格趕快做轉型 擔心PCR量能不足 指揮中心5號宣布 快篩羊及確診新政策 確遭罵翻 因為拉開時間走一看 台北上柯文哲4月27 就拋出快篩羊及確診 確招陳時中批 浪費醫療量能不適合 陳建仁更罕見拋轟柯文哲 不懂流行病學 回去讀書 但眼看侯友宜 還有醫界專家紛紛贊同 陳時中5號才改口 居家隔離等三類人 快篩羊試同確診 九天內態度急轉彎 連侯友宜也忍不住說重話 那也許你時間拖久了 那明年就會很深 也許拖久了 讓底下的公衛體 在轉的過程當中 更浪費更多的醫療資源 我們希望中央能夠 做好快速轉換 那5月10號的啟動 其實是能夠再快最好 已經證明你沒有人力 在處理這些疫情 你都hold不住 被疫情天天追著趕 就追著跑 那地方首長的建議你又不要 疫情指揮中心 現在已經幾乎是完全失能了 賴伊北市議員加碼炮轟 陳時中根本就是黨派考量 是不是因為侯友宜跟柯文哲 都因為跟他是不同黨 不同顏色 所以陳時中為了面子上的問題 不願意趕快的採取這項政策 現在難道是陳建仁應該去念念書嗎 還是陳建仁現在也覺得他的臉好腫了 因為他不是被柯文哲打臉 他是被陳時中打臉 聽不進前線作戰的地方政府意見 指揮中心裝睡叫不醒 政策跑得比病毒還慢 最終民怨這把火 還是往自己身上燒 環宇新委員江北 廖秉均新委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文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轉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